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希哥 我們是K5 今天不是初三,不是赤口,不是吵架 純粹講新聞 今天初戀情人博叔好像在英國出事 怎麼了? 很嚴重 連登出了個帖子我才知道 亦有網友傳給我,叫我講 有些觀眾就說 別說別人叫你講你才講,你想講不行嗎? 不好意思,網友想聽我才講 網友不想聽我,不如說新聞 這宗也可以叫做新聞 網絡新聞 這宗是甚麼呢? 在連登的飲食台 可能博叔平時是主家男人 他被人出了個帖子就這樣說 博叔被人告這麼大件事,沒人說 我看過內文也挺嚴重 有些甚至說坐牢 搞甚麼玩到坐牢 哇,糟糕了 博叔有一張圖貼出來 在IG story 他打了韓志 關於租樓的東西 我就用他的聲音讀一次 不好意思 最新的影片要take down 今早收到發展商、律師信 那些英文很深,我都不會讀 拍他的室內設計說我 無奈就要刪除影片 亦要重新審視以後拍樓盤的準則 在那邊,你們先看看其他英國樓盤的KOL 就是這樣留下了這段 後面的封是律師信 好像是 真的被人出了律師信告他 這麼糟糕 有網友在IG有聯絡我 他就這樣說 他一傳來的時候就弄了個笑嘴 這個可能是博叔的黑粉 他說 懷先生收了律師信 因為新片拍了別人屋主的設計 他就說我看不少居英的KOL都有介紹租屋 但就不會拍別人家屋 然後我就問他 我租屋不會拍,是不是買才拍 他就回答我 他就算拍別人家屋 是先要問屋主才拍 那別人Coco哥就聰明了 拍租屋之前就問過地主和屋主 哦,是不是博叔沒有跟別人事先溝通 一來就 你別管我,我先拍自己的小小東西 因為你看過他在機場周圍都拍攝 作為一個周圍拍攝的Youtuber 因為我們之前也看過他一條樓盤 那一間他就有份租到的 就說這張床就不要的 就給我老婆拉筋 我記得有條這樣的 第二條,他下了架的那條我就沒有看 有人就說 他威脅要告而已 未必真的告 但是人家出了律師信 保留這個權利的東西 保留這個權利 會不會本身那個人就是律師呢 無厘頭 怎會說這麼快出封律師信 又或者是他的朋友是律師呢 怎會這麼有空 正常來說 英國那邊又多注重這些版權的東西 對,有規有矩 對,香港我很少見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香港不知多想你拍拍拍拍 幫我做宣傳 是啊 你不租也跟我拍拍 你不租而已 有個版給人看 然後有些人不用看樓 你就這樣傳片就可以了 其實這些是宣傳來的 在香港或者很多地區來講都是 但是英國原來就有這些問題 所以 因為波叔這件事 都令我要檢視一下自己 不是說他要檢視自己 我也要檢視 因為遲些我環遊世界 我跟阿希哥到處去的時候 可能有些地方真的不能拍 我們下次也要先問清楚 多謝波叔這個事件 令很多Youtuber 之後不會亂拍攝 因為不像每個人都是他 收律師信或者被告他 搞定 但有些人就這樣說 他說要告什麼 要求他遞片 我看到片就遞了 但也很慘 這些叫做新年流流 拍片 你知道波叔那些片 挺有製作的 他說我很惰性 他不是惰性 他很勤力 他做很多剪接 又打完字幕的時候 你搞一條片搞成一天 那些片都要一天 然後轉過頭 被人拿律師信告 立刻心都離開 你用心做些事出來 打算給觀眾看 然後突然間業主 屋主又說你這樣不行 但我又想知道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 沒有租到別人的屋子 然後跑去拍 所以別人才生氣他 噢 那沒有付錢又是興奮的 不知道 他的片 都沒看得及就沒有了 對啦 我都沒看過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猜一下 猜一下不犯法 因為他第一條片 那間屋就租了 那間屋 那他再去拍那些樓盤 老實說 你都租了 是不是想再租給你外母 還是租給你的朋友 還是純粹是沒有東西做 到處去看樓 但是不租呢 如果在某些國家 可能別人會覺得他是搞搞陣 沒有光顧 我們香港應該就沒有什麼 不過我之前有想過拍樓盤 但是香港說 有些法例都是不讓我們這樣做的 要有牌才可以 銷售或者什麼 但是波叔就純粹好像風景一樣 就介紹那間屋有什麼 有什麼 但是有些年燈仔有看到 他們有另外一些說法 譬如說 阿波叔等一會 就會買起他一幢房子 這樣 這個想法 我希望他做到 我都想他承認一次 給那些香港人看 就是被人告 你告我 我買了你的房子 這樣 好像麻進偉騷擾人家 那個應該賣掉他 那個應該賣掉他 這個波叔就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財力 賣掉別人的房子 有些人就說 有錢也不是這麼浪費的 我又覺得不是浪費 如果他成棟買了之後 他租給香港人 或者免費給那些手足住 那他就承認了 對不對 都可以的 不是浪費的 有些年燈仔都有研究 這麼快手 影片出了幾天 就說有律師信 所以我也想想 要不就是屋主本身是律師 要不就是他的老婆是律師 或者家人是律師 我覺得 有一個網友就這麼說 他的名字就是 Please No War 他是不主張有戰爭 他說了一句 英國告這些案子 隨時要坐牢 哇 這麼糟糕 不是啊 有人就問他 究竟犯了哪條罪呢 有人問 民事也要坐牢 有人就跟他說 你留這句話 你也隨時要坐牢 有些人說 不懂真的讓你嚇一嚇 有沒有一些案例 有些人就留一句髒話給他的 應該博叔都穩陣的 這些 地片而已 律師信而已 未去到坐牢 要過法庭的有什麼事 對不對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示範單位都不拍得這麼ON9 有個網友看過 就說 他覺得是因為博叔不停彈他的盤 哦 還有 有網友就說 其實很多國家都不給拍室內設計 歡迎光臨 有知識產權的國家 就說 哈哈哈哈 嗯 大陸應該任拍的 我覺得 你看抖音的音樂 亂用就知道 應該沒問題 或者找一個網紅 翻唱歌 然後搞快一點 就是自己 沒所謂 有人就說 讚 就隻眼開隻眼閉 你彈人的盤 就當然要找位置入你 說實話 如果你不是租人的地方 還去彈人 好像真的沒什麼品 網紅這些東西就是這樣的 你要帶個真實給觀眾看 你又不 讚得太天花龍鳳 別人會覺得你賣賣 我覺得這樣 說話要忠誠一點 是的 你有權說好 有權說不好 但是 如果 那些人看了你的影片 先日為主 你覺得那裡是不好 就算他親身去到那個地方 他覺得是沒什麼 忠誠的 那件事 沒有好沒有不好 都是這樣 但如果他講了不好 可能 那個人本身想租那個地方 他連看都不看 因為他看了你的影片 你 negative 那個評語 所以有時候 我的節目都說 看到這樣 有什麼 你自己想 我覺得這樣 就好像持平一點 除非就說 你收了人錢 你說去踩人家 什麼 在香港其實很多這些 現在做KOL 不只是拿著產品 這個東西正 這個東西正 做KOL 在香港也有一些 拿著人家的產品 怎麼是垃圾來的 怎麼會難喝的 其實就是另外一間公司 給我錢 這件事 你知不知道有這些KOL 是的 有這些KOL 所以 所以 不可以亂來 我始終沒有看到 波叔下架的影片 究竟踩成怎樣 那些連登巴打 就說 彈人家 所以 可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有個連登巴打 就說 如果他幫忙推介 就不會是這樣 那麼多Youtuber 說英國樓 不是很多都會說良心說話 就說波叔是清泉 很多收了錢 又不說明 然後又扮推薦 我覺得 很多都會有的 如果沒有收錢 我覺得有時候 就當是帶人家走一圈 不過都很難說 我始終沒有看過波叔的影片 我用他平時的語氣 我又明白 為何屋主會生氣 好了 很厲害 就算他租了那間也是 好像財大氣粗 這張床 我會叫業主拿走 這張床 這個位置我老婆拿來拉筋 他很帥 正常來說 香港不是的 那些傢俬放在這裡 要你硬吃 他都說過 我租了 我大小 他真的租那間都是這樣 之後那條 我就完全不知道他什麼態度 希望可以在這篇文章 找多些線索 告訴大家 有人這樣說 這個多麗 他就說 是不是賣樓的KOL暴存 會不會這麼快出到律師信 他本身觀眾都是在香港這邊 應該照到你英國那邊 都不會看到他這個熱門 是 都應該是行家做的了 聽得明白你廣東話的 搜尋到你博叔那些東西 應該不會是鬼吧 不會是英國人吧 我猜 可能都是行家 總之博叔今年真的流年不利 不知道他屬什麼 就是跟他看看 哈哈哈哈 有人就說 藉口而已 哪有發展商會介意人 免費幫他宣傳樓盤 是博叔 踩L到周圍環境 一民不值 就說他潑戶是講事實的 他又博不到 就求X期找些東西 叫他地片 如果真的這樣 他說真的踩到周圍環境 一民不值 那又不行 其實可以不可以 踩到這樣 有沒有那麼差的地方 英國 有時候這些東西很主觀 有些人喜歡清幽 有些人叫旁邊有麥當勞 對 真的很難說 太過主觀去看那個樓盤 用了太多個人的感受 當然連燈仔 大家上網看片 就可能讚博叔說他是清泉 說他踩到周圍的環境 一民不值 但如果你反過來想 那間屋是你的 就是你的物業 那一個你不認識的網絡熊人 本身你是認識他的 你覺得他很厲害 這個博叔是手足 誰知道你在外國治了業之後 有個人走來看樓 他不是租的 他進來踩到你的房子 就是要等別人租 拿回租金才可以供到層樓也好 是你的資產也好 你又會不會有些不開心 這樣反過來想 總之損害到別人的利益 就是這樣 是啦 有些連燈仔就說 沒辦法 博叔在英國玩不起法律 老實說也是 你剛剛入境 剛剛入境 這麼快被人弄律師信 你真的隨時被人 不知道 你看看你那個 底 我們連燈就說他清泉 但是你入境之後 好像還沒坐亂過屁股 然後已經弄了律師信 搞一下 如果你站硬的 搞到上法庭的 喂 這個是什麼人來的 為什麼一來到搞這些事情 到時候真的 被人倒回香港也不麻煩 所以博叔也對 就是說 以後拍片都要想過度過 有些事情就不可以亂拍了 但是有些連燈巴打就這麼說 分明就是這個盤身有屎 如果不是怎麼會告博叔 所以就說 網絡人很多時候做些事情 有些忠憤 怎麼都支持 其實現在這件事 博叔自己的D片 他也是縮了 算了 覺得自己也不對 如果他覺得自己對 一定會具你力爭 跟你打官司 我大把錢 跟你打官司 幹什麼 好帥啊 博叔 但你條片又沒有開盈利 那就無謂 自己興趣那一段 又不應該繁擾到自己 啊 所以博叔也選擇了識事靈人 未必叫識事靈人 可能他也覺得自己不對 原來這些規矩 他是不知道的 他解決了一件事 掉了一條片就算了 又不需要說 一定是盤身有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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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博叔被人做 你反過來想 那個物業是你的 其實可能 那個業主 才是受害人 無端端被人踩踩踩踩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報道就是這樣報道 告訴大家 博叔在英國有這樣的事 誰對誰不穿 就你們自己想 好 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 繼續討論一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分享出去 拜拜 我們下次見